碰到这种客户 我也只能醉了 你给我咱修修吧 你说这 行行行 你在哪买 我去给你买一个疼了 真的 这个修起来 时间花可长了 哎呀 对了 你 你礼拜三 是不是 我看你经常来我这 要不你给咱们接一下孩子 我那老大啊 一点钟要滑雪 老三吧 要正好去游泳 王姐 我这个做地产经纪 很多时候真的 我带客人什么的 听电话的都跑不过来 你知道吗 行行 这次我就去了 哎呀 我听到隔壁人家说 说是那返佣金的事 你说姐跟你都看了 几百套房子了 你也没跟姐说这事 啥呀 你赶时间啊 哎呀行行行 姐还说要留你吃饭呢 那姐就不留了 你走的时候 把地上的垃圾 给姐递出去啊 那有味儿 你得给姐带走了啊 这他妈也太欺负人了 为谁救救我 让我看看是谁在做腰 哎呀 然而你今天咋穿成这样呢 你家那个狗 他太大了 人家这个社区呢 都不烦你 你家的那个插线包 你当我是有牌的电工啊 买了个那么破碗也不好使 上商店里自己再换一个 都买了就完了吗 接送牌子 你说你有事的时候 帮你个忙 也就那么地儿了 你当我是长年的车夫啊 佣金 那是我做经济应该得的 给你家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就算得那点佣金 它都是不划算的 你还敢跟你那些坏头 在一块琢磨我多点钱 我告诉你 这类的客人 就该从地球上把他折出去 关注我 精彩看更多